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過去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當中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當然不肯面對自己的過失 不肯去查找自身的不足 而是不停毀過於人 不斷尋找代罪羔羊 他們曾經歸咎於外國勢力的干預 但當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後 他們又不再說了 失驚無神 將焦點轉移到本地教育界當中 將矛頭指向香港校長和教師 這些擺明是欺善怕惡 前陣子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接受了一家大陸媒體上官新聞採訪 他在這個訪問中說了很多 包括教育局如果認為校長不能升任 是有權取消他的資格 即是DQ校長 同時他又說到 要在教師團隊裡把不好的人抽出來 顯然就是要在學界裏頭 搞一場清算的風暴 我將這個訪問當中 他的論點歸納出來 現在我們一起檢視和拆解一下 首先第一點就是清算校長 那個記者就問到楊大局長 如果你們要求學校對那個教師進行調查 但那家學校又不配合 甚至乎校長自己都支持那個教師的行為 那你怎樣應對呢? 楊大局長就回答 其實那家學校的基本態度是怎樣? 是不是支持那個教師? 很容易看得出的 如果我們覺得一個校長已經不能升任 是可以取消他的校長資格 即是連校長都可以DQ 他還說到 每一個校長都是由教育局的常任秘書長來委任 所以在法律上我們就有這樣的權力 此外我們還可以直接委任一些校董 加入那家學校的校董委員會當中 參與學校的日常管理 這些就是擺明典型的有權就想用到盡 以及是想破壞這個校本管理的制度 我們看看這個教育界的立法會員葉建元如何評論 他就說 楊大局長有關的說法非常不恰當 目的就是想為了整治這個教育界 要校長配合政治任務 將校長置於政治風眼當中 令人感到相當不安 而新兼灣仔區校長聯會主席的 聖工會鄧兆堅中學校長戴德正 他就說楊大局長這番言論對於校長有很大壓力 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險性 他還說到政府近期經常發表類似的言論 到底是否想以教育界作為代罪羔羊呢 他就認為現時發生的是政治問題 而不是教育的問題 其實這個觀點是否正正跟立法會員石禮謙相同 人家早就已經說了 我們香港的教育制度是沒有問題的 那些教師又非常盡責 那些學生也沒有被洗腦 好心建制派自己去反省一下 過去半年的所作所為 不停找人賴 第二點就是關於清算教師 他就說到 大部分教師都很專業 但我們就要把那些不好的人抽出來 以免令其他教師擔心 楊大局長在訪問中舉了兩個例子 都是官校教師 第一個例子就是 有個教師選用的教材在觀念上有很大的問題 他就不適合做教師 於是啟動了停職的程序 有兩個處理方案 一就是取消他的教師資格 以後他就找不到工作 就不能再做教師 二就是覺得他不適合擔任官校教師的職務 可以發出警告 停身 或者將他炒柔 那個問題就來了 當你去指控那個教師 他的取材是有問題 或者觀念上是有問題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應該向公眾解釋清楚 那個教師犯了什麼錯誤呢 或者將他所使用的教材 拿出來給大家檢視一下 到底你是否有一個很客觀的標準 還是基於他的政治立場 來對他作出處罰呢 這個就會非常嚴重 所以你一定要出來交代 因為現在官民之間 基本上就沒有了互信基礎 另一個例子就是 關於兩名官校教師 他就說這兩名官校教師 都是在網路上發表了一些不當的言論 於是乎就從學校裡 調到教育局的辦公室 這樣他就不能夠直接接觸那些學生 後續的處理就會根據調查的結果來決定 到底這兩個教師在網路上發表了什麼不當的言論 什麼為之不當 到底有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還是任你說龍門任搬 不當的言論是關於什麼 批評特區政府 批評香港警察 這件事 甚至乎戴德政校長都有疑慮 他就說 認同教師是不應該有違法仇恨 挑釁或者煽動的言論 但是教育局沒有提供一個客觀的標準 給人的感覺就是 不能夠提出這些反對和批評的言論 連校長也有這個感覺 你一定要說得很清楚 什麼叫做不當言論 批評示威者 批評市民 批評學生 算不算不當言論 還是只限於批評當權者 才叫做不當言論 還有一件事 你怎麼能夠確認得到 那些匿名投訴的截圖 真是那個教師所說的 你怎麼知道不是改圖 對不對 你怎麼鑑證 是不是做科學鑑證 找一些高科技專家來做鑑證 真是九不八八 另外第三點 他就說到關於清算通識科 很長篇大論 我就省略一點來講 首先他就說到 很多教師在網絡 或者報紙上搜集一些材料 但是現實上 是香港的報紙 對政府的批評觀點居多 這麼多年下來 大家就會覺得 教學內容有失偏頗 而且小部分老師 對於一些議題 也有自己的意見 觀點都可能是比較偏頗 我想請問 批評呢 為什麼就一定是偏頗 對不對 批評如果是有事實根據 是有道理的 這些可以是是其是非其非 批評一定是偏頗的 對不對 不可以說你不對聽的說話 你就說他偏頗 這個是錯了 所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好了 這個記者就問楊大局長 教育局目前有什麼應對措施 就住這個通識科的問題 他就說從三方面來著手 第一就是貨本的問題 就是審查貨本 他就要求出版社章的貨本 全部拿過來給他教育局去看一次 然後他們就會吸出一個意見 將來他們再出版的時候 就會根據他們教育局的意見來修改 這些都擺明就是審查 對不對 那些內容是適合的 就留下 不適合的那些 就改了它 篩選了它 就是想做到這樣的效果 第二點就是什麼 課程問題 就要教憲法是什麼 基本法是什麼 法治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就是在這個通識教材當中 滲入一些自己的私貨 滲入一些洗腦的教育 教學生憲法是什麼 憲法是由國家來遵守的 不是由人民來遵守的 剛剛 還有第三點就是事學 他說其中有一個官校教師停職的 正正在事學當中發現的 那就是要監察他的教師 我講得很清楚明白 就是清算這個通識科 第四點 他就堅持肯定這個普教中的重要性 那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中文的世界裡頭 除了香港、澳門、廣東等等 一些地方是使用粵語 其他地方都在講普通話 語言就有生命的 他就想提出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都用粵語來學中文的話 將來是跟其他大部分人越走越遠 還是最終會走在一起呢 這就牽涉到兩個問題 第一 到底你有沒有問過香港人的意願呢 到底他們是否想和普通話的人 最終是走在一起呢 你都沒有諮詢過民意 第二 根本上已經有很多的調查研究出來 是證實了普教中對於學習 根本上就沒有很顯著的成效 而且甚至乎是對於閱讀理解的能力 是有所阻礙的 更加只有學者就指出了 用粵語教中文對於學習文言文 學習詩詞歌父 是更具優勢的 因為廣東話是留了很多古典的文字和詞彙 那些是雅然屬於 你經常為了擦鞋 阿如奉承 就說普教中很厲害 到底你是想怎樣 這根本上是月間 第五點 他就強調自己是中國人 他怎麼說呢 他說對於我是中國人這一點 我覺得絕大部分香港人普遍都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他們對於國家的認識和情感 這可能就跟大陸的群眾有所不同了 這可能跟我們的歷史 以往不同的發展模式有關係 麻煩你了 那些民意不要再自吹自擂 不要再活在這個平衡的世界當中 為了擦鞋而擦鞋 你有沒有聽到香港主流民意的 還是根本上你就憑自己一幾個人議員 來不停亂說 麻煩你揚大局長 代表你自己就算了 你有幾大民意基礎 特區政府都不是民選產生的 代表你自己就好了 不要代表其他人 如果你想看看香港的民意 看回民調吧 不要學聰明什麼都當不知道 當沒發生過 對不對 作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來揚大局長 多餘在這裡 亂說對著大陸的媒體 有數據的 怎麼可以歪曲的 這些東西是 好了 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